孔廟跟神社的這個兩隊 我們可以發現說這個問題在台灣 之所以我們大家會覺得 憂心忡忡有一個很大的理由 是因為他在台灣的社會 那種反對的聲音 竟然沒有很大的發酵 或者說這些政治人物有恃無恐 他覺得我這樣子做 我當然有票 而且就算得到的反彈 或者是一些道德上的指責 是很微無其微的 所以他們敢這麼說 甚至敢這麼做 所以我想首先先舉一個 魯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破惡聲論》 他前面的一兩句話 其實很能夠反映現在台灣的情話 他說 本庚波上神器徬徨 華國將自搞以子孫之功法 而舉天下無偉言 寂寞為政天地必 他說華族又中華民族自己不願意 把自己的子孫互相攻伐 然後這樣的攻伐的情況下 舉天下無偉言 沒有一個人出來說 這是不對的 所以寂寞為政天地必 所以我覺得現在台灣的情況 大概有點像魯迅說的這個 《破惡聲論》裡面講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我就在想一個問題 為什麼會是這麼樣的一個寂寞為政 然後沒有人出來 就算有像我們這些少數的人 在這個比較小眾的場合來談這個問題 但它並不成為一個主流的 大眾的一個論述的內容 或者甚至也許有種情況 有點像是過去納粹起來的時候 那一種就是說大家也許 其實心裡是很不高興的 但是在那個社會上 不敢在公共場合提出